7月18日,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SMO Holding MV以下简称为ASMO发布了2018年Q2财报。 财报显示,今年第二季度,ASMO净销售额达27.4亿欧元,净收益5.84亿欧元,毛利率43.3%。 ASMO设备净销售额为20.86亿欧元,其中UF及此外线光刻机占比32%,OF沉浸式光刻机占比49%,设备销售额有19%来自中国大陆,比例与美国相同,高于台湾地区的18%,但低于韩国的35%。 当季,ASMO出货了4台UF比预期多出一台,预计2018全年出货量可达20台。 另外,ASMO还规划2019年UF出货量至少达到30台。 资料显示,光刻机是集成电路制造业最核心、技术门槛最高的设备,光刻环节是芯片生产流程中的最关键步骤,直接决定芯片的制成水平和性能水平。 芯片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进行20到30次的光刻,耗时占到制造环节的50%左右,占芯片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。 目前全球仅有少数几家设备厂商掌握光刻机技术,如ASMO加能、Nikon、Cabm Incorporated等。 其中ASMO在全球晶圆厂光刻机设备的市场幻额高达八成,高端光刻机领域几乎被其垄断。 其客户包括台积电、英特尔、三星电子、革新等半导体厂商。 大陆半导体厂商中,报道显示,中芯国际、长江层处与上海华丽,均有采购ASMO的光刻机。 今年5月,媒体报道中芯国际赤字1.2亿美元,向ASMO购买了中国首台UF光刻机。 预计将于2019年初交货,考虑到中芯国际去年已经宣布预延期纳米工艺制程。 UF订单的实现,意味着国产新纳米工艺制程的早日到来。 随后,以生产NAND FLASH为主的长江存储,同样向ASMO购买了价值7200万美元的193纳米尽润式光刻机,又云20至14纳米的3D NAND FLASH生产。 目前该光刻机已经运低武汉,5月21日,媒体报道,上海华丽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电设和营运的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,21日实现首台工艺设备。 光刻机搬入,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集成电路生产线上最先进的进末式光刻机。 据悉,华丽12英寸先进生产线建设项目,主要从事逻辑芯片生产,重点服务国内设计企业先进芯片的制造需求。 以上内容参考自Money全球半导体观察以及新华网的报道,封面图片来自中芯国际官网。 如果我们使用了您的图片,请作者与联系索续稿筹,如您不希望作品出现在,可联系我们要求撤下您的作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是的。 是的。 resting。